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我爱阅读,为你朗读 你好,我是小鱼老师 今天给大家读一个故事 故事的题目叫老鼠搬家 从前,有一家老鼠住在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里 天天吃着流油的铲鱼剩菜 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 生活过得非常惬意 另外,这户人家还有大量的地产 每年能收成百上千单稻米 而老鼠的洞就在米餐附近 有一天,老鼠先生收到了一封信 那是他的田鼠大叔写来的 信上说 亲爱的老鼠侄儿,你好 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今年的稻子长得非常好 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 马上就要收割了 店户们又要给你的主人交租了 给你的主人交租 也等于是给你送新粮 让我祝贺你 我幸运的之额 好日子再度降临在你的家 我还想同你商量一件事 田里的稻子一割完 也就要全部运走了 到那时,我的粮食就有可能不够了 我准备在冬天的时候 到你府上小住几天 还想借点粮食 借记一下家里的人 想必你不会拒绝吧 田鼠 老鼠看完了信 心里十分高兴 想到一股苍的白米 任它吃任它搬 不由地笑出了声 他扔下信 一把搂住了太太的肥腰 就在洞里跳起了华尔滋 几个孩子也跟着跳了起来 洞里一片呲呲呲呲的声音 要是被人听见了 只以为它们在窝里打掐呢 老鼠的家就在骨仓的墙角 这个骨仓十分大 长宽各有十几帐 高度足足有两帐多 如果充满了粮食 足够几百个人 整整吃上一年 老鼠在骨仓里跑了几圈 心里盘算着 等新鲜的大米运来了 我们全家就不必再吃残堂剩菜了 那些东西太油腻 吃多了对心脏不好 他的太太也在一旁说 我最喜欢吃新鲜的大米了 新鲜的食物有益健康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 老鼠接着太太的话说 主人的骨仓就是我们的骨仓 主人的大米就是我家的大米 等新鲜来了 让你吃个够 田鼠大叔想来就让他来吧 他能吃多少又能拿多少呢 自从老鼠收到田鼠的信后 一直盼望着乡下的店户 给主人家送米来 他从来都没怀疑过这件事 因为年年都是如此 不过年年如此的事 偏偏在今年有了变化 一天两天 半个月一个月 老鼠一家储备的食物 都快要吃完了 还是不见有西米鹿骨仓 老鼠心里有些着急 甚至产生了恐慌 因为他把主人的骨仓 当成自己的骨仓了 老鼠洞里再也没有什么储备了 一天晚上 他决定出去打探一下消息 找谁去问呢 他想起了水牛大哥 他认为水牛带朋友成时 水牛大哥的话最可信 他出了老鼠洞 跑过了空旷的骨仓 悄悄地溜了出去 又跑了好长一段路 才来到了牛棚 小牛大哥可能是累了 已经睡着了 呼噜呼噜地打着喊 牛大哥 牛大哥 老鼠在水牛的身边 高声叫着 但水牛没有醒 他睡得太香甜了 牛大哥 牛大哥 老鼠 老鼠几乎要钻进水牛的耳朵里了 这才把水牛叫醒了 哦 什么事呀 水牛打着喝歉 偷偷偷地多说 哦 是老鼠先生啊 好久没见了 你过得还好吗 谢谢你 我生活过得还不错 真抱歉 很久都没来看你了 老鼠说 这只来是有件事 想请教你一下 乡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没有店铺 给我的主人送新米来呢 给你的主人送新米 水牛反问道 你的主人自己种钱吗 我的主人有钱有钱的 他当然不用自己去种地 可以做吃地猪吗 老鼠解释道 他以为水牛不懂这些 所以说的时候 显得特别骄傲 好像他就是主人似的 既然你的主人不种地 他的骨仓就不应该有白米 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新米 自己不留着吃 干嘛要给他送去 水牛说 每年都是这样的呀 老鼠着急地解释 这不合理 水牛说 这种不合理的事 现在已经改变了 你的主人已经没有大片的土地了 懂了吗 乡下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钱了 他们自己种 自己吃 再也不用把自己的劳动成果 白白送给别人了 但是 老鼠还想说什么 水牛制止了他 你不要总是淡湿淡湿的 现在不是从前了 乡下人自己当家做主了 你想靠着主人家的骨仓 做吃现成饭 是不行了 那么老鼠哩 老鼠哭上着脸说 那么我只好搬家了 水牛笑了 心想 这个又紧又滑的狼东西 不想劳动 只想对衣服在别人身上 过生活 真是又可怜又可笑 水牛不想再理会老鼠了 就转了个身,继续睡觉了 老鼠垂头丧气的回了家 刚好又接到了田鼠大叔的一封信 亲爱的老鼠之鹅,你全家可好呀 今年可真是奇怪 乡下人割了稻子 不是马上年米交租 而是全都搬回自己的家里了 据说,田地现在是乡下人自己的了 从此,他们再也不用交地租了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现在也跟着富足起来了 今年冬天,就不去府上打扰了 也不用向你借米了,田鼠 这可怎么办呢 老鼠哭上着脸对太太说 看起来,我们在这里住不下去了 只好搬家了 于是,老鼠搬家了 他换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 但,再也找不到像过去那样 仅靠米仓,尽情吃喝的地方了 还是水牛大哥说得对 老鼠确实是个又尖又懒的坏东西 只知道偷窃,破坏,坐享其成 对这个世界毫无用处 反而会消耗大批的粮食 小朋友,老鼠搬家 最后要搬到哪里去呢 小朋友,老鼠搬家 小朋友,老鼠搬家 小朋友,老鼠帮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